今天又开箱了 这个产品不是阴影产品 与摄录都没什么直接关系 但如果你对摄录有兴趣 你是有需要用到这件产品 这件产品 其实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这里 今时今日的产品很少 这些价钱 这样的功能 这样的尺寸是Mind Japan 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Sound.com 今天和大家介绍的产品是Volan Volan 其实是一些专装乐器 Console 、Keyboard 都有 而它这个新产品是Multi-format Video Mixer 是一个Video Console 仔 如果你们喜欢摄录或直播 或是要拍摄的 其实它是一个很巧妙的小装置 可以令到你拍出来的东西 突然间多了很多类型 因为它多了一个镜头 型号叫V02 HD 特色就是很小 也挺方便 而且一个人都可以搞定 当然刚才我说的Mind Japan 也是一个因素的 我们开箱看看一下 说明书那些 接着很明显开过 一条八字断线 这些都是先订了 然后就有一个火牛 这个火牛 UPPO 9W 2A 好 实物就在这里了 开它 的确是非常小的 第二就是 其实整个造工都非常漂亮 底部 四分一的脚架孔 可以落tripot 这一边是什么都没有的 这一边就是有3.5mm mini jack的耳朵 可以给螢幕声 也可以给你录下相机的 接着有一个Volumn control 接着有一个Audio In 也是3.5mm mini jack的Analog In 还有就是有Power的 这个可以开关键而已 没什么 接着后面 这里就是DC Power In 这个DC In 中间的Pin是附的 外面才是静的 USB Port B 用来跟电脑连接 接着这个是Control Extension Port 是一个6.3mm的插头 用来做什么呢? 就是用来给你搭一个Pedal 你现在看到这里 就是用来转 转A-B Cam 但是其实有一个Pedal 你可以在桌底下 加上Pedal 用脚按 在桌上你可以继续做直播 做节目 就不会经常搞一样 但是又可以转Camp 四个HDMI 分别是两个In 两个Out 两个In 就在这里 Input 1、Input 2 就给你放A-B Cam 你手上有任何相机、镜头 只要有HDMI Out 一般现在有相机 即是小到一部 小小的部机 有Clean HDMI Out 都可以了 你有两个镜头 就给你放A-B Cam 由这里就会有Preview Out 和Program Out Preview Out就是给你打个屏幕 你可以打个小屏幕 大屏幕都可以 给你看着 现在有什么要看的 还有Program Out 就是给你录在一些 录影机上 大致上就是这么多 顶部 就是Menu Setup那些 做On Screen Display 这个要迟些 拼罪了才看到 现在已经拼好了 正常 就不像我现在这样 录影用的 最常用的做法就是 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 你要拍直播 拍直播的话 你想有多少少画面的变化 和控制 它可以帮到你 第二就是做一些 即场的导演剪接 以往 你看到这类型的东西 就是很大部 未见过有这么小部 当然这个就是二入二出的 所以如果你是需要3G Cam 就可能未必适合 但2G Cam 其实已经可以做到很多东西了 首先我们看看接驳的是什么 现在这个接驳 就会看到是什么呢 Program Out 就会拼录录影机 或者直接出街用 而Preview就是挂大屏幕 让监制导演看着现在的情况 现在我就设定了 接着你看到这两个就是HDMI input 好了 这一部机就是 支援最高规律是HDMI 1080p 60fps 为什么不是4K呢? 它有4K出的 但实际上 如果我们要做直播的话 又或者是一般分宴其实 或者做很多变化 其实去到这个阶段 真真正正都是行1080p 60fps 而且它有60fps 所以整个画面的流畅度 或者后键要做慢镜 等等 其实都已经是复充到的了 没机会有什么键 给你教的呢? 其实很简单的 首先就是有一个键 有一个推光 AB Cam可以慢慢地 根据你的速度而转 快点,你按键都可以 这个效果就是分 四种不同的AB Cam转换 现在这个就是Mix Mix就是你会看到这个Fay in Fay out 另外还有这个Fay Fay的画面过来 第三就是P&P 就是这样 像我这些介绍功能 你一推出来 你会有两个Cam 好了,Key 这个就是 现在有一个摄像 你可以转这个字 要出节目名 那些也可以适合 另外还有一个功能 就是叫做VFX 就是一些特效来的 例如像这些 另外还可以给你即时教特效位 例如我现在不可以上镜 我身份要保持的话 那就用这个方法 先关掉它 另外还有什么呢? 我们可以进入这个 面图那里看 这个面图可以告诉大家 非常非常细节 细节到一个点 都很夸张 都很重要的 这个我仔细的进入 有两组进入 你可以看到两个进入 即是有些灯是50Hz 50Hz的话 你会看到有些 它可以和你准备的 这个EDID 其实就是告诉你 这部机器 设计器 究竟现在的细节是多少 现在就有Native 因为你可以自己教的 好了,接着就有Zoom 这个Zoom是什么呢? 就是类似是Overscan 例如如果你的节目 现在是出广播公司 或者是出了一个很大的屏幕 而这个屏幕 如果这部机器不是100%对点 而是有些Zoom In 那你就可以 按小一点 那你有个叫Save The Zone 甚至乎的地方 就是你也可以Zoom近一点 所以你可以教得很准确 Map 画面 也可以改变画面的中环比 如果有些人用4比3的镜 接着用来拍一些Animorphic的画面 也是没问题的 接着基本的画面 Quantus Brightness Saturation RGB Again 这里是完全可以教的 In case你两部Camp是不同牌子 不同其数不同镜头 令到两个Camp 画面不对的话 除了在Camp 里教 有时未必可以教到 你可以在这部机器里教 教到两部Camp 的颜色统一 令到这个Multi-Camp 的运作更加完美 Input 以一样的功能 我们不重复了 Video Output 这里看到有Program Out和Preview Out 就是设定你两个输出究竟有什么 Preview Out 你会看到 Program 我现在还未接播 所以你也看到没什么特别可以教 就是基本东西 这个就是Class Space Class Space 主要分两种 一种是色差YCBCR 另外一种是RGB RGB有两种 一种是0-25级 另外一种是16-13级 就根据你究竟需要是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的录影 减少的处理都是走回YCBCR YCBCR 因为我们的机器都是推出YCBCR 所以没关系 如果是RGB 那部机器会和你把YCBCR 变成RGB 即是把颜色解压 做全RGB 才输出到部机器 这里有些复杂 所以稍后令文再谈 接着就是Signal Signal有HDMI和DVID的Signal 基本上现在的机器两样都受 但有些旧机器 可能是不支援HDMI 只是支援DVID的话 那你也可以调整 同样地 这个设计是有独立的 Brightness, Context, Saturation RGB 镜等等的画面调整 好了,PV奥也都一样 不重复了 这里是一样的东西 接着是Scaling Scaling 就是Input的讯号 我现在是1080p 60Hz 那两部机器都是同一样的讯号 你看到这些动作很灵敏 如果你的YouTube看是720p 或以上的设计 你可以看到60fps 你会看到画面的动作更流畅 但是如果你的设计是不同的 假设我的机器全部拍50 它可以和你转60 你部机拍60 它可以和你转50 如此类推 所以也有不同的设计 例如一些电脑用的 显示卡的设计 你会看到这些 SVGA 直到最尽 WUXGA 1920x1200 60Hz 好了,跟着刚才我想说的画面 画面就是两个转来转去之间 其实都有很多选择 有这种做法 对吧 这个画面 你可以有Horizontal 和Retical 斜角 中间多东西玩到一个点 甚至乎煲打的粗幼 粗幼也可以 好 画中画 当然是那些大小 位置全部可以config 我跟大家说 打格仔只是其中一种 这些打格仔只是其中一种玩法 它可以玩到的东西 绝对是超越 有些什么玩法呢? 打格仔 打你要打的地方 你不用打的地方 接着整个画面打了格仔 哇,你看 这画面真的很震撼 接着弯了 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个画面有什么用 究竟是什么内容才有需要 这种玩法呢? 变色 附片那种 有这一堆功能 嗯 好了 接着Audio Input 这里其实整部机 会有HDMI的Audio Input 也有一个3.5的材头 被人插Audio 里面也有Headphone Out 也有Volumn control 你可以看着声音是怎样的 不需要说究竟 这部机会设置如何 这部机会看到有不同的Live 所有东西都可以设定好 甚至乎有Auto Geng的设定 那声音其实是可以做得挺准确的 因为你看看 EQ 也有了 这个Input 这个Input 之类弯一点 你想加多些高音 你可以Mate到3个Audio Input 听出来是非常接近都可以 对吧 好了 最后系统 HTCP 现在关闭了 你可以开 开的话 那些机器全部要支援HTCP 有东西看 Franway 这里可以给你搞 PALS 和NC 50 和60 之间分别 好了 Test tone Test pattern 全部都可以给你搞 好 暂时就这么多了 另外就是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 很多软件都可以做到双跃功能 但是首先 你的电脑的Input Card 例如举个例子 我现在在用这个 都是一个Capture Card 让人做直播用 但是这个 就是一进一出 所以你是做不到两个Camp去玩 当然 你买两个Camp 有两个Camp 你可以做到 第二就是 因为它是用硬件 所以 第一反应会快很多 第二就是稳定性会很多 大家都知道 做了这些东西 你说做直播 Youtube 看 Hallok 都没所谓 但是如果是一个分离的话 那个器材的可靠性和稳定性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 Volant 出这部机 其实它也是 给你半专业用途 因为你真的不获得的时候 这些机器就会很重要 除了它稳定之外 就是它控制得很准确 例如说很多东西可以微调 还有它硬件处理了这个画面 令到这个Multi Cam 经常会出现的 就是两支Camp 画面不同 声音两个不同 它都可以在这部机器 用硬件处理的层面 就已经把所有东西都归了 你弄好之后 你出了在Field 做东西 接着 去做这些东西 就完全不需要担心 有什么古灵精怪的问题 或者在后制的时候 就要做一大餐才能够 这部机器的最大功能 好了 大致上就是这样 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Volant Volant V02 HD 一个二入一出的视频器 我都没想过这部影片可以说这么多 介绍就到这里为止 喜欢我拍片的朋友给个赞我们 未订阅我们的频道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频道 订阅订阅 新片出来第一次人收通知 另外还有一件 都是同步借来的 就是Zoom 4K Video Cam 就是Zoom 4K Video Cam 立体声麦 Zoom 出麦就非常耐心 那部机器也挺有趣的 有4K Cam 你可以当它是一个很漂亮的麦 送一个4K Cam 给你 这就由下一条影片来说 下次再见 拜拜